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同路同行 愛與你 我是基夫 今天很高興請到郭姑娘做我們的嘉賓 郭姑娘 你好 基夫好 大家好 郭姑娘 我有個問題想問問你 其實我們經常要複診 複診的目的究竟是做甚麼 其實複診的目的 是幫我們看看監察病情 和治療效果 尤其是一些用改善病情風濕藥 和生物製劑的朋友 在複診的時候 醫生和專科護士 都會問脊椎炎病有些問題 例如你近期有沒有 頸背和周邊關節痛楚 銅膜炎和筋腱發炎等等 另外我們也會配合一些 驗血報告來幫大家評估 例如白血球 肝腎功能等等 我想問複診為何要複得這麼密 其實複診的頻密 我們是基於大家的病情 和用藥的階段去看的 其實如果好像初初確診的病友 和剛開始療程的話 我們就會複診得密些 當你的病情和治療都穩定下來的時候 相對來說複診的次數 亦都可以相對來說減少 也想補充一下 其實複診的時候 我們亦都會和大家聊一下 你們的飲食和運動的習慣 如果有需要 我們都會轉介一些專職治療師 例如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我們會看看大家 有沒有需要一些保護關節 或者痛楚管理的需要 很好 了解多了很多 多謝你 郭姑娘 別客氣 好了 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 喜歡看的朋友 記得按LIKE 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意見 歡迎留言給我們 記得記得 要在Facebook裡面 按搶先行 以及Youtube裡面 按鈴鐺 如果想了解更多 極性脊椎鹽的資訊 可以上我們的會網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